Kobe 掌握 我看得很清楚 這身套 這身套就是很順順的 好, 各位好, 今天又是TOYZ TV 玩具堂的15歲評測時間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 Kobe 的 哎呀, sorry Kobe 的 Challenger 2 這輛坦克說一點背景資料 曝光很高 但原來全世界的產量是500輛以來 主要是英軍和阿曼才擁有Challenger 2這種戰車 但在海灣戰爭和很多軍事書籍都經常曝光 可能外形比較獨特 其實是挺帥的 尤其是在沙漠色那一款是挺帥的 但原來海灣戰爭看到的其實就是Challenger 1 就是一型 因為二型是要到1991年才開始訂購 回到討論產品 大家分享一下盒面 這架很明顯大家都相信是一款軟色的坦克 即是綠色 我們看到整架是沙色的 不知為何它會出綠色 但也想像到它將會出綠色的 為何推出綠色的 我就想不到為何 看看資料 625塊 其實又不是很多 沒有M1A2那麼多的 但砌起來 我給大家比M1A2的價格 但外形出來 比例是比較接近寫實 又再次都是Tank Museum CM1A2的仇權的Logo 但它沒有比例 我已經說過了 現代坦克或Tank裡面 其實它們不是款式都有一個比例 但你要看到有兩個主流形態 就是二戰那些 是積木的感覺比較強烈 即是形狀和神物是有一點 可能是Q版多一點 或者扁一點、矮一點、肥一點 而這些現代坦克 就多數是接近模型的外觀的感覺 難道又沒有這麼精細 所以Challenger 而這架也是 據聞在我們公司店裡賣 其實這架也不錯賣 雖然未曾在香港展示過 但都是比較好賣 可能是現代坦克的關係 英軍的武器 而且裝備始終永遠有一群擁有 少許可惜的就是 為何不出一隻沙式呢? 好了 看看後面 都是一些 實物、產品的資料 我這裡不多說了 這架只是一個人仔 說明時代表現 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特地揭露這麼多 組裝的過程 待會跟大家分享 數字 好了 今集的速度節奏 想明快一點 因為是一個這麼高速的坦克車 現代我可能不想 黏黏裸裸 先講講一些優點 一講砲管 一看這個型 就知道 原裝的積木砌出來 未必能做到這樣的細節 尤其是這個位置 很難做到的 其實這架砲 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原件來的 它只不過分了兩件 就是左右兩邊夾起來 就是砲管左右兩邊夾起來 當然 再加了有砲管的尾部 以及最前面 就有少少 一兩件的積木 補足 所以 其實這架砲管的形態 就會 英俊一點 而且 沒有那麼容易 尤其一尾就斷了 通常大家玩 碗車都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這次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但當然 換來的就是 如果你太大力撞它 可能真的會 折斷了這個ABS 當然ABS不是那麼容易斷的 但是也要跟大家說 這個有好處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好過砲管出來 始終形態有點不太精準 而且 都經常脫掉 因為它長的 接駁位窄 其實很容易脫掉 就算是很好的 接口和工程工藝 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好了 砲塔 這一個 也是有點吐槽 跟上一次我介紹的 這個也有情況 就是砲塔比較鬆 就是它最主要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轉軸 不會有鬆緊的情況 就是容易 就是會令得比較強一點 當然就沒什麼問題 就是令得比較強一點 有時候拿起它會退 不過這架就不會 這架拿起就不會連退 說到這些 職務配件 其實呢 砲塔這架的時候 發覺了多一點輕微的下肢 就是 原來呢 可能這個系列 是預了大人玩的 它這些尖角位呢 是比較尖的 就是不會戒傷手 好 但是如果給小朋友玩呢 就 跟他們說一聲 注意一下 就是 略為少少尖 但不是戒傷手 我最近都玩過一些 最著名大牌子的職務 其實在尖角裡面 這個 很難避免 你要尖是完整的 除非你將它 批完了 或者出武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遠角 不然基本上是真的尖的 所以這個就 但是呢 擦一下職務 就是這些是戒傷手 就是戒傷手 這個也不會的 放心 不過就要注意一下尖一點 不要說 職務給小朋友玩 就好像天下無敵 這樣就很安全 始終有些要按照情況去決定 這個位置挺緊致的 不會掉下來的 這個位置很緊的 這個位置很緊的 這樣也不錯 那你說還原了 我對Challenger來說 就不是一個超級粉絲 但是形狀也相似的 但是之後那句 如果是沙色就完美了 有時候沙色裡面 有很多背包、散件 更加像我們看到BOSS1的 Challenger 1 不是2 當然 我們後來看到Challenger 2的相片 其實都是沙色的 回到這裡 人仔1個 這個人仔 我初來懷疑是否德軍人仔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但是也蠻遲的 無論頂帽子 都好像二戰初期那些 德軍坦冰那些帽子 那些Panzer Crew那些帽子 沒什麼特別 都是那樣 背部是沒有移印的 而且身形是一個V型 V上V落 我叫人性化一點 就不是直長直肚 兩個機倉 機倉蓋都是 炮扎倉蓋都可以打開 同時都可以放兩個人 但是 原裝就提供一個人 所以再搞 就要自己想辦法 車身說一下 車身我挺喜歡這兩個外家的 油桶呢 我不知道 好似 實物也是這樣 這個挺有型的 好 說回這個車尾蓋 當然不用先開 不要說太多 先開 裡面是一副 又是一副 跟之前有這個配置的 積木坦克差不多 和Android 其實都好像一樣 不要特別不說了 說回這個倉蓋 應該是蓋起來 就好一點 現在是斜斜的 你當它斜斜的 我就會這樣處理它 如果你強行拍下去 是有點難度 因為有一邊拍不下 拍到那邊 你開花是痛苦的 幸好你拍了一邊 如果你兩邊拍下去 我真的恭喜你 你可能未必可以 開得開 當然你當然可以拆開了植木 這個整塊可以掉 也不用擔心 但我覺得它是 這個位置太貼 所以這裡是有些 不知道是否太緊 我不會說 但它又沒有做藥 因為大小的這些位置 它又是正常的 不知為何 總是不能貼 所以如果蓋了它 你預料整塊都會撕出來了 這個小問題 就跟大家說一說 沒理由經常只撞 這裡的擋板 旁邊的裙板 就是整塊開 我看到很清楚 這裙子 這裙子很順勇 我發現這裙子很順勇 我試過給大家看 我在這張桌子推到 這張桌子有一點 不知道是太緊 還是桌子太滑 事實上是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比較緊 所以如果這張桌子很順勇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它可以走到的 如果太滑 它就推不到的效果 當然這很掃柔 它這個輪胕不是很好 它也不會不斷 很粗魷 基本很粗魷 � раза勒 但是這樣不會掉 olong 這裙子就是 供藝栗 就是在 每一種步驗官的 佩帶 InChase 技能平均 因為它是同一款的 理大加達 三十六塊 institution 就結成 如果佩帶人不得 又鬆快又大小 其實 아주容易移 但每一 最有些每一 它的工藝也不錯,或者管理也不錯 壓力、材料方面也很平均 玩這些就知道了 這是我的意見 活動的位置沒有什麼,除了機窗外 可以活動這個,零面擋板、理帶 其實前面整架都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沒有特別,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專門說的,有一支吐槽就是 車尾倉蓋,不是沙色 因為沙色有很多花,甚至旁邊加上一些背囊 即是士兵裝雜物那些掛在那裡 好波斯彎的感覺 那就形激一點,不知道為什麼 我懷疑它會有後著 但是暫時還未見有聲音 通常它們很遲才出一款 所以如果喜歡Challenger,或者英軍軍事迷 這個其實都是蠻好賣的 相信我看到很多人不賣 未看到實物都賣 因為不貴,又有複雜程度 還有出色的形狀又差不多 那你買回去組裝,我覺得也是 一個好的選擇 正面,側面 不知道會不會在影片裡面 會不會有些照片 給大家慢慢去看 應該有吧 換上車型,這些略嫌 真的像同一色 好像沒有變化 當然這個是 可能車的綠色形態也是這樣 我也看過是綠色形的 但是可以加一些 部隊揮號,這樣會比較好 不知道是不是手劍關係 其實這些有很多方法 歷史的可以有很多方法 我相信很快會期待到 一款沙色或其他顏色的款式會出現 喜歡我們的節目 真的不要客氣 Youtube Channel Subscribe之後,按下鐘 另外你的Facebook Toys TV和我自己 Brianno都有Facebook 不妨幫幫忙,按讚多些 可以幫我做好些 日後可以做多些好事 MING PAO!